无处可去的赛蕾嘉和奥拉 厚着脸皮在萨泰加注了下来 几人的下一步计划是先与赛蕾嘉的作者建一字面 正在写稿的作者松原突然收到一封邮件 打开一看差点惊掉了自己的下巴 里面的内容正是赛蕾嘉邀请松原见面 但邮件里的照片简直和动画里的赛蕾嘉一模一样 怀着好奇的心情 松原一脸猥琐地来到了约定地点 赛蕾嘉也随之出现 看着与动漫里完全一样的赛蕾嘉 视线忍不住在赛蕾嘉身上来回游走 赛蕾嘉见自己的作者竟这么猥琐 拔剑就指向了松原 也就在这时 一旁传来了孩子的吵闹声 定睛看去一位少女被围在了孩子中间 竟是魔法少女动画中的主角莫美香 感受到一旁传来的视线 莫美香也看到了萨泰等人 这次莫美香正是前来劝说赛蕾嘉和奥拉归顺军机的 但赛蕾嘉和奥拉完全不认同莫美香的观点 剑劝说无果 电玩声的莫美香即可与赛蕾嘉展开了战斗 立刻刻爱心炮弹射来 赛蕾嘉只好一味地躲避 身为作者的松原清楚地知道 没有福格尔骑士的赛蕾嘉是打过莫美香的 果不其然 赛蕾嘉被重重击倒 莫美香也缓缓落地 但看着被自己打得残破不堪的城市 莫美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因为在他原本的世界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做错事的莫美香伸手想与赛蕾嘉和奥 赛蕾嘉却一箭砍了过来 这一箭砍伤了莫美香的腹部 从未流过血的莫美香这一刻怒 莫美香伸手想与赛蕾嘉 莫美香伸手想与赛蕾嘉